高校市长韩国瑜十月将再度访美 这一次要用总统参选人的身份来掀起韩流 透过AIT的安排将会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拜会美国国务院和五大智库 其间意外桥界不断的邀约 也会规划要举办大造势 就这么巧洪海创办人郭台铭也要在十月访美 害怕说不用透过AIT直达白宫建川普 引以来各界的关注是不是韩国两人暗中走劲 韩国瑜四月防美走到哪侨胞都为之疯狂 先前用市长身份来交流 这次要转换成总统参选人 透过AIT安排在十月为期一个礼拜 到华府拜访国务院与五大智库 有位规划前往纽约回身再到洛杉矶 邀余桥界邀约不断 韩正英也计划举办大造势 展现号召力 河中有日亲美这三方面的一个关系 尤其是在美国 那他当然也要去跟这个美国来做一个拜会 必须要先看看郭总市长 他到底他有没有下定决心 那他十月份他去的 或许他是以独立总统参选人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他以企业的郭总市长的身份 然后去做这个拜会 洪海创办人郭台铭 十月也将出访美国会再次到白宫拜会川普 是不是要跟韩国瑜较劲 在今年初的时候 川普就一直有在邀约 那只是说因为初选的关系 跟一些事务繁忙 一直还没有办法排出时间 行程上的安排允许的话 我们当然也会希望说 可以在美国跟侨胞这边碰个面 郭台铭办公室强调 美方早在年初就来邀约 不过一再提到川普 似乎也强调郭董与他的私交不错 但郭伴先前受访说 郭台铭能不透过AIT直达白宫 引来各界议论 不用经过代表处 这是谈企业的发展 谈企业的投资 如果一讲到国家的政策 应该要正式经过代表处来执行 比较是正确的方向 有不少声音认为 政治与商业要分清楚 私交再好也有不能说的秘密 韩国两人还没踏上美国 已经制造话题